相恋四年的女朋友跟男闺蜜喝同一杯奶茶 甚至在酒吧玩游戏亲吻 我提出抗议后 他却骂我 我跟伊腾成从小一起长大 就像是亲人一样 亲个嘴又没做什么 你真小心眼 正文开始 我去酒吧 却意外看到我女朋友 跟他的男闺蜜在亲吻 回去后 我向柳如烟要解释 没想到他先炸毛了 几博打 你的思想能不能别这么龌龊 我玩大冒险 输了他们让我亲的 那就是一个游戏而已 我跟伊腾成从小一起长大 就像是亲人一样 亲个嘴又没做什么 你真小心眼 我握紧拳头 额头青筋浮起 我跟柳如烟在一起四年 柳如烟和伊腾成 也不是第一次这么没边界感了 他们经常喝同一杯奶茶 吃同一碗饭 还穿情侣装 有时候伊腾成过来 找柳如烟 见他在睡觉 直接掀起被子说要跟他一起睡 当我是死的 最过分的是 柳如烟平时会找我要零花钱 我一般会给他转八万或者十万 到账后 他顺手 就转给伊腾成了 后来我发现 我给他的钱 大部分都进了伊腾成的口袋 只要我一问他 他就跟我发脾气 吉伯答 伊腾成是单亲家庭 最近经济不太好 我给他转点钱怎么了 他肯收下你的钱 是你的福气 以前的我可真蠢 他一生气 我就心软了 傻乎乎的替他养着所谓的男闺蜜 行 是我龌龊 是我小心眼 分手 你就是跟他把嘴轻烂了 都跟我没关系 柳如烟没想到 我会跟他提分手 愣了几秒就嘲讽地说 吉伯答 我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了 你会舍得跟我分手 我喝了一声 大步朝外走 老子稀罕他个屁 渣女 我图他什么 图他会跟男闺蜜亲嘴 还是图他 把我当成万年舔狗户来喝去 我刚回到我的大别墅 就看到柳如烟 十分钟前发的一条朋友圈 是一张截图 某人上次跟我吵架 结果在小区逛了一圈 就屁颠屁颠回来 求我原谅他 他的闺蜜还在下面问 笑死 燕燕你说 几伯答这次是几点回去 柳如烟得意洋洋的回复 最迟明天早上 他就会买我喜欢的早餐 回来求着我吃 我冷笑 柳如烟笃定 我会回去找他 他可真把他自己当成香薄薄 我呸 吓头女 柳如烟没想到 我不仅回去找他求和 还把借给他的房子和车收了回去 打电话来骂我 我不以为然 那是我的房子和车 分手的当然应该还给我 柳如烟的家庭条件一般 一家人全挤在一间屋子里 他跟我抱怨后 我就把我名下的一套房给他住了 后来他又说 上班总是要挤地铁很不方便 要我买辆车给他 我就把车库里的保时捷911给他开了 柳如烟气急败坏地骂我 几伯答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家里有几个臭钱 寄生虫 一腾成比你好一千倍一万倍 我笑了 他那么好 你就去找他去 别来找我 听到我这么说 柳如烟又觉得 他可以拿捏我了 几伯答 说来说去你就是吃醋 简直是无理取闹 柳如烟 你脑子有坑吧 我再次通知你 我们分手了 说完我就挂了他的电话 很快他又打了过来 我直接按掉了 之前我们吵架胎 总是按掉我的电话 原来这种感觉好爽啊 在一起的时候 柳如烟总是 不哦我 说我这不够好 那不够好 还不准 我跟朋友出去玩 说他们都不是什么好玩意 我要听他的话 我才能变成一个好男人 我信他个鬼 跟柳如烟分手后 我的生活过得很潇洒 下班后 要么就去健身 要么就去赛车 有时候就跟兄弟出去喝酒 自由自在 再也不用24小时 捧着手机回复他的消息 因为我要是没有秒回 就会被他说不爱他了 也不用看他的脸色 猜他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 要不要送点礼物红一红 我发现没了柳如烟 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快乐 完全没有失恋的阴霾 想想也是 是我甩了他 又不是他甩了我 一个破女人 我有什么可阴霾的 我还去理发店换了个新发型 看起来都英俊了不少 晚上 我约发小张伟出来喝酒 他问我 你跟柳如烟真的分手了 我点点头 当然 不分手 难道留着过年吗 其实柳如烟一开始还不是这样的 四年前 他还在读大学 在音乐餐厅兼职弹钢琴 我对他一见钟情 之后 就开始追求他 确定关系之后 他会给我织围巾 还会给我做饭送来公司 后来渐渐的他就变了 变得虚荣物质 尤其是一碰到一腾城的事 他就像是被戳中了肺管子一样跳脚 为了跟他在一起 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忍耐 现在老子 不想忍了 他爱谁谁 关我屁事 我年轻帅气 事业有成 何必吊死在他这个树上 下一个更好 下一个更乖 张伟哈哈大笑 别人失恋都是憔悴的不行 你看起来倒是挺意气风发的 我耸耸肩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之后我一头栽进去工作里面 以前只要柳如烟给我打电话 我立马就放下手头上的工作 赶去找他 因此还黄了不少项目 想到了这里 我都恨不得踹自己两脚 傍晚 我跟客户约好在餐厅吃饭 我提前到了餐厅 没想到遇见了柳如烟跟他的两个闺蜜 看到西装革里的我 柳如烟的闺蜜们 不懈地切了一声 我无语 真会气啊 烟烟 他该不会是跟踪你吧 我还以为他多有骨气呢 结果还不是眼巴巴来找你了 柳如烟的脸上 也浮现出得意之色 显然是赞同 他两个闺蜜说的话 以为我是过来 找他复合的 柳如烟傲慢地抬起下巴 这次他 要不给我当众磕头认错 我是不会原谅他的 我就坐在他们隔壁桌 将他们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他这两个闺蜜 平时就嘴碎爱搅浑水 有时候 他们组去吃饭 知道我会过去买单 就雇一点很贵的菜 其实这也没什么 我并不计较 他们恶心的地方 就在于花着我的钱 嘴上还说我赚的都是黑心钱 柳如烟跟他们走得近 其实就是物以类聚 顿时 我眼里露出一抹金光 我突然看向他们 汗手点头 他们轻蔑看了看我 然后转头跟柳如烟对视了一眼 像是在算计什么 没过多久 他们就叫来的服务生开始加菜 还开了一瓶好几万的红酒 肯定是觉得 我会为了讨好柳如烟 等下去给他们那桌结账 这时 我的客户打来电话说 临时有点事 来不了 被放鸽子 我很不高兴 但一想到柳如烟他们等下的反应 心情就变好了 柳如烟跟他的闺蜜吃完饭 就一直望向我这边 就插开口 叫我去结账了 我慢悠悠地切着牛排 享受美食 吃饱后 我优雅地擦了擦嘴 准备离开 柳如烟跟他的闺蜜 一直都不知道 这个餐厅是我开的 见我要走 柳如烟终于急了 上前拦住我 几拨打 我们这桌的餐费 你去结一下 我单手插在裤袋里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柳小姐 你到现在还没有接受被甩了的事实吗 柳如烟的表情错愕 片刻后 又狠狠地瞪着我 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好像委屈得不行 她总是这样 明明是她自己做错了事 却一副我对不起她的样子 我看着她的眼泪 心头毫无波澜 还别说 她这个演技 挺适合去娱乐圈混的 柳如烟的闺蜜坐不住了 站起来讽刺我 几拨打 你还是不是男人 不就是一顿饭 你扣扣嗦嗦的可真小气 就是 亏你还是上市公司的总裁 这点钱还要斤斤计较 我扫了一眼他们的餐桌 点的都是餐厅里最贵的菜和酒 账单至少要十万起步 我的钱又不是大风 凭什么给你们花 另外 我说过了 我跟柳如烟已经分手了 你们两个年纪轻轻的听力就不行了 他们的脸色 忽然变得很难看 这两个女人是什么货色 我很清楚 前不久还缠着我 让我给他们介绍富二代男朋友 也不去照照镜子 长得丑倒是挺敢想的 正说着 就看到伊藤城怒气冲冲的朝我走过来 他一把揪住我的衣领 你敢欺负奄奄 看我不打死你 他抬起拳头做事要来打我 我直接一个过肩摔 把他摔在地上 刚好我最近总往健身房跑 没少锻炼身体 吃软饭的东西 你也配跟我动手 柳如烟立即蹲在伊藤城身边 紧张地问 阿诚 你伤到哪里了 伊藤城面露痛苦壮 没出声 仿佛伤得很严重 柳如烟恶狠狠地抬头瞪着我 几博答 阿诚要是有什么事 我跟你没完 这辈子都不会再理你了 我笑了 柳如烟都看到了 是伊藤城先动手要打我 难道我得傻战被他打 开什么玩笑 我跪着呢 而且 一旦我跟伊藤城发生什么矛盾 他永远都是帮着伊藤城骂我 可我才是他的男朋友 以前的 我可真是个脑残 还好我现在及时止损了 你不理我最好 我祝你们这对狗男女天长地久 一对狗男女 也把自己当盘菜 我看向服务生 餐费他们要是敢跑单 就报警 好的 老板 柳如烟跟他的两个闺蜜目瞪口呆 这才知道 餐厅是我开的 我没再搭理他们 开着我的法拉利 走了 从后视镜中看到柳如烟追了出来 但被呛了一口尾气 当天晚上 餐厅的经理就跟我汇报说 柳如烟他们那顿饭吃了14万 是他们 AA凑出来的 结账的时候还吵了起来 争执谁吃的多一点 要多给一点钱 我笑得肚子疼 平时都爱装 结果就这副德行 第二天 我正在给员工开会 助理就急匆匆走过来 低头凑在我耳边说 纪总 外面有几个人在闹事 说是您的女朋友跟他的家人 来找您的 我的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让他们进来 会议室的门被打开 我看到柳如烟跟他的家人走了进来 还有几个我觉得陌生的面孔 应该是他家的亲戚 他们一群人像是来找我算账似的 这四年来 我不仅养着柳如烟 连他全家也一起养了 他爸爸中风瘫痪 需要一直看医生吃药 我每个月会给他妈妈转20万 还有他弟弟的工作是我介绍的 率先开口的是刘母 博达 我要你给我一个交代 我女儿一向很乖巧懂事 品行端正 什么事都没做错 凭什么要被你这样对待 柳如烟没地方住后就回家住了 柳母知道他跟我分手后很生气 我淡淡地看着柳母 他过来找我的目的我很清楚 对于他来说 我就是一棵摇钱树 要是没有了我 他就失去了经济来源 紧跟着他的亲戚起哄 你们这些有钱人 就喜欢瞧不起我们穷人 你这个负心汉 要是敢欺负烟烟 我们跟你拼命 我皱起了眉头 这是在公司 有不少员工在围观 这件事要是没有处理好 会损坏我在公司的形象 当我正犹豫着 要怎么解释清楚时 就听见柳如烟指责我 几博答 你吃醋就吃醋 为什么要发疯跟我分手 你是不是劈腿了 我被他气笑了 好啊 他说我发疯 那我就封给他看 柳如烟 我本来还想给你留点脸 既然你都不要 那我也不用给你留着了 我拿起手机 简单地操作了一下电脑 不一会儿 投影一上面就开始播放视频 是那天晚上在酒吧 柳如烟和一腾成亲吻的画面 柳如烟没想到我还录了视频 脸色煞白 惊慌失措 我看着他 冷冷勾唇 他不是说他跟一腾成亲的嘴没什么吗 那他又在怕什么 一行人瞪目结舌 表情十分精彩 我看着刘母 冷吃到 这是你说的 乖巧懂事品行端正的女儿 刘母气得一巴掌抽在柳如烟脸上 柳如烟捂着脸哭了起来 柳如烟的弟弟刘起胜 也推了下他的肩膀 都怪你 要不是你不知简点跟一腾成不亲不楚 姐夫也不会不要你 我看向刘起胜 不要叫我姐夫 我跟你姐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柳如烟用一双哭红的眼睛看着我 博达 你相信我 我跟一腾成真的是清白的 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你别跟我赌气了好不好 我真想劈开他的脑袋 看看里面都装了什么些东西 事到如今 他还以为我是在跟他赌气 赌你妹 我懒得再跟这些人纠缠下去 于是把保安叫了上来 把他们几个人给我带出去 以后不准他们进公司 是 纪总 柳如烟还想再跟我说点什么 但保安根本不给他机会 就这样 他们一行人被带了出去 开完会我回到办公室 就接到了张伟的电话 张明敏从国外回来了 我们约了他 今晚出来聚一聚 你来不来 张明敏 严格说起来他 其实算是我的亲媒 可他很不喜欢柳如烟 自从知道我跟柳如烟在一起后 就跟我疏远了不少 前几年 他出国留学去了 去 当然得去 下班后 我直接过去了 路上还买了一束鲜花 没啥别的原因 主要是这几年 我跟张明敏没怎么联系 不能两手空空去 因为堵车 进了包厢就看到坐在中间的张明敏 眼前一亮 褪去了婴儿肥 她的脸蛋变得更加精致白皙 不得不说 这丫头真是越长越漂亮了 张明敏注意到了我的视线 朝我看了过来 我上前把花塞给她 张明敏 欢迎你回来 张明敏礼貌地跟我说了声谢谢 我挠了挠头 我们的关系到底是疏离了 也怪我活该 那几年 就跟被吓了酱头一样 疯狂喜欢柳如烟 张明敏在我面前 表现出一点点不喜欢柳如烟 我都会不说 我坐了下来 以前是我不对 张明敏 你要是还生气的话 可以伤我两耳光 张明敏盯着我 半想才说 你把这杯酒干了 以前你犯蠢的那些事就翻篇了 遵命 我端起酒杯一口闷 喝了点酒 气氛才开始热乎起来 张明敏突然问 我听说你跟柳如烟分手了 是啊 我举起酒杯 跟恢复自由身了 碰一杯 张明敏没说话 像是想从我的神色中 找出来什么失恋的蛛丝马迹 可都没有 因为她出国前 我还在跟柳如烟打得火热 一副非她不可的样子 我明白她的想法 语气轻松地说 你这样看着我干嘛 谁年轻没爱过几个渣女呢 张明敏笑了 跟我碰杯 其实在我来之前 张明敏就从张伟那里 知道了我跟柳如烟分手的过程 中途张明敏去洗手间的时候 张伟捅了捅我手臂 我刚才听到一个狗血八卦 说张明敏以前喜欢过你 后来知道 你跟柳如烟在一起 就伤心地出国了 我嘴里的酒 差点呛了出来 确实很狗血 难以置信 人家好好的一个黄花大闺女 别乱造谣啊 张伟信誓旦旦地说 本来我也不信 可刚才看她看 你的眼神我就觉得是真的 我觉得张伟就是在胡说八道 她自己恋爱都没谈过几次 纯粹是瞎说 转念又想起来 以前读书的时候 张明敏每天都会给我带早餐零食 还会等我一起放学 有男同学给她递情书 她看都不看就扔掉了 当她知道 我跟柳如烟在一起后 那副失望的样子 我至今都印象深刻 不过那会儿 我只是把她当成一个妹妹 我跟张明敏聊了很多话题 到最后 大家都散场了 我们两个还在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吃饱喝足后 我们从酒吧出来 一抬头就看见柳如烟站在我的车边 这女人是打算阴魂不散缠着我了吗 她的长发凌乱 眼睛红肿 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我心想 就算她要走卖惨的路线 也要真的惨一点才行 掉几滴眼泪惨的毛线 一看到我柳如烟 就快步朝我走了过来 我打 柳如烟的话说到一半 就看到了我身边的张明敏 脸色骤然一变 她咬牙切齿地瞪着张明敏 一定是你勾引了博达 她才会跟我分手的 你这个不要脸的小三 说着她就要仰手 去打张明敏 我皱起没正要 去阻止 就看到张明敏握住了柳如烟的手腕 张明敏冷笑 见过果小脚的 还没见过果小脑的 柳如烟 明明是你自己跟男闺蜜不清不楚 现在又倒打一耙 污蔑我跟博达 你可真是又当又立啊 我告诉你 跟你分手 是博达做得最正确的决定 她值得更好的女孩子 你配不上她 我松了一口气 这丫头还是跟小时候一样 半点亏都不肯吃啊 还记得我八九岁那会儿非常调皮 有次故意拿剪刀 把她的小马尾给剪掉 她气得去找了剪刀 把我的头发剪成了狗啃似的 还跑去跟我妈告状 害我被扣了半个月的零花钱 我走上前 冷漠地看着柳如烟 柳如烟 你疯够了没有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分手这两个字你很难理解吗 柳如烟一下子就哭了 博达 我后悔了 我们不分手好不好 我不能没有你 我爱你啊 交往四年 柳如烟几乎不曾说 我爱你这三个字 现在倒是脱口出了 但现在我毫无感觉 我要她的爱做什么 我只想她离我远远的 柳如烟气不成声 我不爱伊藤城 我只是把她当成了亲人而已 柳如烟 你说这话 也不怕咬到你自己的舌头 你爸住院前是我掏的 护工也是我找的 你去过几次医院 你自己心里清楚 伊藤城一感冒 你就着急上火 还请家去照顾她 你对她比对你爸都上心 柳如烟被噎住 我把张明明拉在我身后 还有张明明是我的朋友 你要是再骂她 就别怪我不客气 文言 张明明惊讶地看着我 然后我就拉着张明明走了 留下柳如烟一个人站在原地 我们两个人都喝了不少酒 开车的人是司机 上了车后 张明明转头看了文言 我骂了你前女友 你没不高兴吧 停顿了下她又补充道 不高兴也没用 我就觉得她该骂 她的话音落下 我就鼓掌 骂得好 张明明一愣 跟着就笑出声 看见她的笑容我恍惚了下 想起张伟说她喜欢我的事 顿时觉得一阵口干舌燥 肯定是酒喝多了 后劲太大了 不然我怎么会突然觉得很紧张呢 见鬼了 刚回到家 我就收到了柳如烟 发给我的几十条信息 真是风水轮流转 以前是我总给她发微信 她偶尔才抽空回复一句 现在 我瞥了一眼 直接将她删除拉黑了 之后 我依然忙碌于工作 这天下班后 我刚打算去健身房 就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让我回家吃饭 不去 我跟朋友约好了 你爸也不回来吃 我跟明明做了一桌菜 等下吃不完 我踩了下刹车 你说谁 我妈笑笑说 我下午去逛街 遇到了明明 才知道 她前几天回国了 我就邀请她来家里吃饭 我妈一直很喜欢张明明 小时候还开玩笑说 等张明明长大了 给我做媳妇 鬼使神拆的 我转动方向盘 朝家里的方向开去 一进门就看到 穿着围裙的张明明 端着菜从厨房出来 看了我一眼 洗洗手 可以吃饭了 我点点头 耳边响起下午 张伟发给我的消息 说 最近圈子里有不少富二代 在追求张明明 让我抓紧点 否则就被别人下手了 坐下来吃饭后 我看着我妈 她很久没有笑得这么开心了 我跟我爸都是事业狂 没有经常在家吃饭 对了 儿子 明明在找工作 你看看 公司有没有适合的职位 安排下 我看了眼张明明 不知道为什么 心脏跳得很快 没问题 明天就可以来公司上班 张明明笑着说好 还给我夹了一块牛肉 打句道 老板 以后请多多关照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感觉张明明 似乎还挺开心的 我也挺开心的 我忽然觉得 张伟说她喜欢我的事是真的 必须关照 我妈还给我丢了一个 异味深长的眼神 我假装不懂 低头八犯 有一说一 这菜做得真好吃 我这个人的办事效率向来很高 当天晚上就给人事部 打了电话 安排妥当 第二天 张明明就来公司办理了入职手续 她站在办公桌前面看着我 你让我当你的助理 我轻壳了几下 一本正经 我原来的助理请年假了 你先代替她 不行的话 再换别的职位怎么样 事实上 是我让助理去放年假的 张明明点头 正说着办公室的门 就被人猛然推开了 记走 不好了 您的前女友在天台说要跳楼 因为上次柳如烟来公司闹过 所以大部分员工都认识她 我跟张明明赶到天台的时候 就看到柳如烟坐在上面 一见到我来了 她歇斯底里地朝我吼 几拨答 你要是不跟我复合 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我眯了眯眼见 你想跳就跳 别想着用这种方式来威胁我 跟柳如烟在一起 四年我太了解她了 平时搁到手流血 她都要嚷嚷半天 怎么可能真的敢跳下去 无非是想用这种手段 逼我跟她复合 真搞笑 我早就不是她 可以拿捏的人了 柳如烟的脸僵住 她坐在上面 摇摇欲坠 其实害怕到全身都在发抖 只是在强撑着而已 这会儿听到我这样说 更是骑虎难下 她愤怒地抬手指着张明敏 我答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喜欢上她了 所以才对我这么狠心 我面无表情地说 柳如烟 我们之间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都是你旧游自取 至于张明敏 我突然望向了张明敏 我确实喜欢她 张明敏正了正 大概是没想到 我会突然跟她表白 柳如烟崩溃地放声大哭 她慌了 我答 我知道错了 以后我会改的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不喜欢伊藤城 我就不理她了 我求求你 不要喜欢上别的女人好吗 对于柳如烟的纠缠 我感到无比厌烦 柳如烟 我对你的感情 在这四年里 被你一点一点地耗干净了 你改成什么样子 我都不会再爱你 我握住张明敏的手 我现在只想跟张明敏在一起 张明敏转头看着我 眼底浮现出震惊 柳如烟看着我和张明敏 交握在一起的手 表情呆滞 像是在这一刻 她才清晰意识到 已经彻底失去了我 就在这时有人趁机上前 把她抱了下来 柳如烟坐在地上 肩膀颤抖 狼狈到不像话 我答 如果我跟你磕头认错 你能不能原谅我 不可能 我不爱你 就算你把头磕破了 我也没有任何感觉 说完我没再多看她一眼 带着张明敏离开 后面是柳如烟 撕心裂肺的哭声 我跟张明敏回到了办公室 张明敏喝一口水后说 虽然现在你是我的老板 不过陪你演戏 是另外的价钱 今晚你请我吃饭吧 原来张明敏以为我那样说 是为了让柳如烟对我死心 我看着她 我不是在演戏 是认真的 张明敏的脸先是一呆 然后渐渐染上飞红的颜色 我吐出一口气 确定张明敏也是喜欢我的 你要是答应做我的女朋友 别说请你吃饭 就是让我给你做饭 我也愿意 说完这句话 我就变得很紧张 比签下十亿的合同还要紧张 我怕张明敏拒绝我 张明敏盯着我看了好半天 才捂着嘴笑了 你想让我当你的女朋友 就要好好追求我 我一把抱住了她 笑着说 我肯定好好表现 不会让你失望的 之后 我就开始追求张明敏 可张明敏嘴上说 让我追她 实际上一点都没拿巧 早就把我当成男朋友对待 就这样 我跟张明敏正式在一起了 跟柳如烟在一起的时候 我总要察言观色 生怕自己会不小心惹她生气 而跟张明敏在一起 我感觉很舒服 我想 这才是真正双向奔赴的爱情 我以为柳如烟经历跳楼一世后 对我彻底死心了 但没有 她每天会来公司找我 当然她见不到我 有时候她在公司门口 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还会带各种礼物 让保安转交给我 保安在我的吩咐之下 没有收她的任何东西 不过我担心张明敏看到会误会什么 便给刘起胜打了个电话 让她管好柳如烟 不要再来骚扰我 否则我就把给她的工作收回来 刘起胜害怕自己丢了工作 立即跟我保证 柳如烟再也不会来骚扰我 那之后 柳如烟的确没有再出现过 我妈知道 我跟张明敏在一起后很高兴 她本来就想撮合我们 现在总算心想事成 张明敏的工作能力不错 做事情干脆利索 丝毫不矫情 我怕她太累了 就让她多休息 她开玩笑说 那可不行 我不想偷懒被你扣工资 我马上举手投降 我哪敢扣你工资啊 小祖宗 你别扣我零花钱就不错了 这样的生活 让我觉得既开心又充实 有天晚上 柳如烟给我发了条很长的信息 说她妈一直逼她嫁人 她明天就要跟一腾成结婚了 如果我愿意跟她复合 她就不嫁给一腾成了 我没回复 直接删除 此时张明敏靠在我身上 也看到了信息 抬头问我 你就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我笑了笑 有 张明敏的呼吸微微顿住 以为我对柳如烟还于情未了 我亲了下她的额头 在想 我们的婚礼要在哪里举办比较好 张明敏的脸护得就红了 谁答应要嫁给你了 我从身上掏出戒指 松开了她 单膝跪在地上 是你让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爱 余生我 只想跟你在一起 明敏 嫁给我好吗 张明敏红着眼睛点头 我愿意 我激动地把戒指戴在她手上 两个月后 我和张明敏 举办了一场轰动全程的婚礼 现场直播 无数人见证我和张明敏 迈入婚姻殿堂的这一刻 柳如烟坐在电脑前面 看着镜头里面的我 眼泪就没有停止过 原本这些幸福都是属于她的 现在却成了泡沫 新婚业 我问张明敏 老婆 你是不是很早之前就喜欢我了 张明敏红着脸蛋 洋装生气 抬手捶了下我 你才知道 你这个笨蛋 我抱着她 就像是抱着了整个世界 老婆 谢谢你这么多年都没有放弃我 不然我都不知道 会变成什么样子 后来我无意间听到柳如烟的消息 她跟一腾成结婚后 过得并不好 一腾成这个人 本来就好吃懒做 柳如烟不像过去那样 总从我这里挖钱给她 那点工资也不够她花 两个人经常吵架 严重的时候 还会动手打她 一直以来 一腾成只是把柳如烟 当成了提款机 见她没有利用价值 就本性毕露 柳母不准柳如烟离婚 说离婚的女人 就没人要了 柳如烟只能把哭往肚子里吞 后面有了孩子 她就更离不了婚 五年后 我开车路过小吃街的时候 看到柳如烟和一腾成在卖糯米饭 柳如烟身上 还背着一个孩子 整个人变得臃肿又衰老 一腾成还动不动就骂她 让她干活快点 我淡淡地收回视线 开车离去 回到家 女儿蹦蹦跳跳地朝我跑过来 我笑着抱起她 走到餐桌边亲了下张冥冥 辛苦了 老婆 我爱你 全文完